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我們今天又繼續我們的網上的語經討論 希望幫助到大家從聖經找出答案 而這次我們那個主題是一個挺爭論性的主題 原因為什麼呢 是因為有很多人對於聖靈充滿是不接受的 那是有不同程度的不接受 是有人是以為是邪靈這個最嚴重 那有些人就不是以為邪靈 只是說我不走這條路 那另外有些人是怎樣呢 他是害怕的 他說為什麼這些人會這樣經歷 為什麼會有邪靈的呢 因為有些人他以為現在已經沒有邪靈這回事了 就是真的有基督徒是以為呢 已經再沒有邪靈的存在 所以說聽到有人說邪靈呢 他們覺得很害怕的 那還有有些人呢 會祈禱跌跌 他們也都很害怕的 但是他不知道原來經歷聖靈的人他跌跌的時候呢 他是很平安 很輕盛的 真的很特別 那當我自己被這個報道家安卡羅 由南美洲來香港的 他那時候為我按手祈禱呢 我是即時是跌跌了 是非常之感動 充滿愛 首先我是很大的能力流過我身體 然後呢 我的心裡面呢 是感受很強很強的愛 是非常之感動 哭了很久 是很感動的那種哭 不是淒涼的那一刻 就是我就是說原來和神可以有這樣的關係 可以這麼親密的 是這麼享受的 所以當時來講呢 真的是一個很震撼的經歷 是 但是有些人就看到 哇 祈禱會跌跌 他們覺得很奇怪 但是其實聖經有支持的 我都有講 就是在我們的那些經文呢 是有講出的那個經文的 比如約翰在啟示錄一章十七節 看到榮耀的耶穌 寶羅在《徹良人傳》九章三節四節 說到他一見到耶穌的時候就跌倒了 中文正經翻譯做跌倒 其實原文的意思是跌倒 沒有說到向前 還是向後跌的 因為有些人會這樣說 他說呢 見到神就應該向前跌 而不是向後跌 因為有很多人就是向後跌的 他就覺得不應該是向後跌 但是其實經文是沒有說到跌的 是中文翻譯跌倒的 原文是跌倒的 OK 那而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證據呢 就是靈命更生了 是真的很多很多人呢 他的靈命是完全的改變 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在1906年呢 就是聖靈大大充滿臨在美國 羅省阿蘇薩佳呢 就是 那個就稱為是阿蘇薩佳的復興啦 就帶來很多人在全世界都走去那裏去經歷聖靈 那經歷聖靈之後呢 有很多人就出去宣教 後來就成立了有不同的 那些第一波的聖靈運動 叫做五秦宗運動 Pentecostal 那有很多Pentecostal的church 五秦節會啊 五秦宗的教會呢 成立了 其中包括神召會啦 都是在這個第一波的時候呢 興起的教會 還有呢 就引致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去到不同的國家 其中也都包括去韓國的開始的宣教士 都是經歷聖靈之後去的 很多在非洲啊 去南美啊 很多人呢 他們都是很開放聖靈的 因為他們是經歷了聖靈的工作 那看得到呢 是不是一樣人為的東西 是神的工作 也都很明顯不是邪靈的工作 因為邪靈普利又會叫那些人更加愛耶穌的 是 這個是很可能的 而他們找到那些證據是有些人去過聖靈聚會 又跟著發覺有邪靈 其實那些人是因為他本身有邪靈的 那 就在聖靈聚會的時候那些邪靈彰顯出來 邪靈彰顯出來呢 就 他就以為是那個聚會惹回來了 但是我們很明顯我們看到的 就是大部分的人是沒有邪靈的 只是小部分人有的而已 不是說在聖靈聚會就個個都有邪靈的 不是的 是大部分的人是沒有邪靈的 那 而那些人 因為沒有人幫他做釋放 就是因為他應該找人幫忙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了 自己就走了 所以呢 就沒有人幫他做釋放 他就以為在他做釋放了邪靈 但是如果他詢問很多人呢 就會發覺他們真是生命很大改變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回應 那 今早呢 我們有一位姊妹呢 她會分享的 她分享她聖靈怎樣更新改變她 和她祈禱經歷到什麼 和她幫人的時候經歷到什麼 OK 請你們開始吧 現在 OK 大家好 我是Cindia 那 想和大家分享呢 聖靈在我裏面 讓我的生命改變 我過去以前 十幾年前 初宋主的時候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心 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 上教會 都是聽一下 和大兄姊妹溝通一下 打招呼 還有聽一下牧師的講道 適合聽的就聽 不適合的就玩手機 這個呢 就是以前的我 那 直至到幾年前 聖靈在我裏面 又叫做聖靈充滿 那 我那時候就不認識 那 因為很奇怪 一天裏面 是有很多次的 同一個的經文 那 有一次偶然就在YouTube那裡 認識 賢牧師 那樣就 嘗試打電話給賢牧師 那竟然可以打得到 給賢牧師和賢牧師溝通 那 在這個過程 賢牧師就教導我 如何去更加愛慕神 如何更加親近神 就是藉著 討告 敬拜 讚美 神開始 那 我發覺 我自從 做這個 討告 讚美 敬拜 神 愛慕神的時候 其實 起初 人的身體會搖擺 還有 會有少少震的 人有少少震震震震的 尤其是在右邊身體 是很明顯的 但是 你又會感覺到裡面有一份 很平安 很輕散 很舒服的形容不到的 那 我一直是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我都是這樣去持續的 那 感謝神 在這段時間 讓我更加看得到 神祂那種的帶領 祂給我的使命 我的方向 神給我的方向會更加清晰 祂給我的使命是 要我繼續為祂做傳福音的工作 殺種的工作 祂支持鼓勵 安慰身邊的弟兄姊妹 那 這個就是我那個經歷 不好意思 我說話真的不是很厲害 我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在靈命更新那段時間 我過去是對自己很沒有送心的 還有 自己也不會主動讀聖經 也不會主動去討告的人 但是 因為聖靈更新 讓我真的很主動去外 每一次做一個討告 或者去做敬拜 或者看聖經 也非常享受 這個就是我的分享 我希望鼓勵到弟兄姊妹 學習愛慕神 因為神真的很愛我們 請你分享一下你幫助兩位長者 和你的牧師的經歷 好啊 那當聖靈充滿之後 個人真的很開心很平安 有一次印象很難忘的就是 聖靈催促我 要為我的牧師做討告 那我那時候覺得 不要啦 她是男人 那我怎樣為她討告啊 我覺得好像很尷尬 但是聖靈在我裏面 催促了我三次 那終於在星期日那天 我回到教會 去到牧師的辦公室裡面 我為牧師做按手討告 但是聖靈就提我 可以叫一對老的夫婦 姊妹和大兄去到牧師的辦公室 為他們討告 那我呢 竟然她是聖靈安排了這一對的老人家 這對老的夫婦 去到辦公室裡面 這個是聖靈安排的 並不是我安排的 那樣就開始為她討告 和這對夫婦討告完呢 這對夫婦是九十歲的 我講的 他們很開心到 突然之間 很像小孩一樣 跳起來 拍手掌 很厲害 嘻嘻冰冰 嘻嘻冰冰 他們很開心 很開心 那這個經歷呢 那這個經歷呢 是連牧師 我的牧師 都在場 經歷到 看到這對夫婦的 開心那個情況 於是乎 就開始幫那位牧師 去祷告 按手祷告 這樣呢 就 手就 碰他 聖靈呢 就吩咐我 就讀 馬太福音的 其中的一節 凡奴苦擔重擔的人 動我者女來 我必使你門得安息 當我讀了這一個經文的時候 我的牧師 是吼哭 是哭得很厲害 我相信聖靈呢 是知道牧師 她發生了一些事 讓我 借著我去 去安慰 安慰牧師 或者鼓勵牧師 重新振作 那她 是 之後我就覺得 牧師 她哭完了 整個人舒服了 她就感激我了 這樣 完了 OK 好 你說聖靈去 叫你去看經文 講那個經文 我想問你是怎樣 對你說話 嘩 好厲害的 她在我心裏面 有一把聲音 發出來 叫我 你打開她的本聖經 因為在辦公室 我手沒有聖經 打開她桌面那本聖經 揭開這個馬太福音 她是在我心裏面發出這個聲音 傳到她的耳朵 你聽得很清楚 你自然就會學到一個熟服的媳婦 我就貼她這個馬太福音 開始讀 這樣 勞苦丹 重丹 這樣 一直按著她 按手去討告 這樣 當 讀完這一節的經文 她就 開始 哭得很厲害 就是這樣 你為牧師按手 你是說 你都是聖靈 叫你的 聽不到 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聖靈 叫你 為牧師按手 是啊 你說真的 因為她是牧師 話畢竟然是長輩 我憑什麼 可以無端端走進去 為她討告 而真的 當我進去為她討告 她好像預備好了 她好像知道我會走進去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是這對老夫婦 也好像知道我一定會為她討告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一切都是送著聖靈的安排 這樣去做 OK 因為你早點跟她說 你起初不是想著按手在牧師身上 不過聖靈叫你為牧師按手 是啊 OK 那這個過程 我想問你 你說你心中的聲音 你可不可以形容出來 再形容一下 形容 我再形容清楚一點 在心裏面有一把聲音 是細細聲 但是又很清楚 我會告訴你 阿冰 阿冰 你為趙牧師討告 那我就回應 怎樣為她討告 我不會討告的 你去吧 你去吧 這樣我就自然就送從她去 她就去 你揭開她那本聖經 馬太福音 一揭開那一節 就是說煩老虎擔重彈 那我就開始 那隻手就碰著她 因為我忘了碰她 肩膀一定碰她的頭 那我就碰她 就開始做討告了 那我就說親我一把天父 我今天就送從你的旨意 是為趙牧師去討告 結果一個經文就說 煩老虎擔重彈的人 對我借淚來 我必使你們得安息 那她就開始這樣 就在那裡哭 哄哭 那其實我也不知道她發生什麼事 我就知道她給我的反應 其實我也嚇倒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她做 不要想著一個牧師的身份 一個男人對著我哭 我也不知道怎麼幫她 我就知道 我做了神 你要我做的事 那我就這樣 OK 好 在這裏 我們真的看到神的很明顯的工作 我又問你 如果有人跟你說 你是不是惹了邪靈 你會怎麼回答她 一定不會 因為如果是邪靈 哪會要我這麼追求神 這麼愛慕神 去積極她 很享受那種的討告 讚美敬拜 很願意和弟兄姊妹分享 講見證 甚至乎有一份的心 去幫助人 這個以前 完全那個不會是我 一定不會是我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自從聖靈 在我內住之後 真的 心命變得不一樣 因為以前我是一個 不想和別人溝通 不喜歡和別人溝通 也都是想想躲在一邊 不要被人發現就可以了 但是 當聖靈在你身上工作的時候 就是 但是 我自己覺得 我有一份基督徒的責任 要榮耀神 每一天 很喜歡 去和別人講見證 很開心地 去幫助和別人一起去討告 和一班弟兄姊妹去讀經 他們沒有這個心 可以鼓勵他們一起去讀經 和他們一起去討告 和他們一起唱詩歌 好像興起教會一樣 有種興起教會的心 好 感謝主 其實很明顯 神這樣在你生命中做功 真是很奇妙 尤其是之前你是一個比較 沒有什麼愛主的心的基督徒 後來轉變成為有心 而全部都是正面的經歷 全部都是正面的經歷 那你有沒有 譬如說 會不會有邪靈搞妖你 那你怎麼回答他呢? 你有沒有邪靈搞妖呢? 當你有這個經歷之後 那我起碼暫時到現在都沒有 是啊 所以這個就不是邪靈攻擊了 因為那些人有邪靈攻擊 是非常之明顯的 有邪靈的搞妖 聲音 有時睡覺的時候 令到他不能動 或者是 在他身體和心靈 有各樣的攻擊 令到他很負面 甚至想死 但是我們經歷性靈 完全沒有這件事 所以 控訴說是邪靈 真的這個是 可以說真的違反聖經 也可以說是 可以是蝕毒聖靈 我們不去定義他真的犯了這個罪 不過我只是說可以 因為聖靈的工作我們應該去分別 就不是說跟我們不同 或者你們身體會搖動震動 這個就是邪靈 這個是單憑那個外面 那我自己都講一講 那個身體搖動震動 在裡面好像有一種能力在運行的 而這種能力呢 當我投入祈禱是更加強的 那也都是 越讚美神就越強的 那沒有理由 就是邪靈 怎麼會讚美神就更加強呢 應該讚美神的時候 那些邪靈就會失控 但是我們就越平安 越喜樂的 所以這個 我們看得到就是聖民的改變 那我們昨天看過經文臨後四章十六節 所以你們 所以我們不喪膽 愛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 身似一天 那這裡就講到就是 神可以更新我們的生命 這個就是聖靈充滿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但是我也會這樣說的 不是每個經歷聖靈都改變 他們是有這個動力改變 但是有時候人的軟弱 尤其我自己發覺 就是人變成了 有時候驕傲了 他的經歷 那這個他 就是他沒有去留意 其實 那有些人說 那為什麼他經歷聖靈 都會這樣 有驕傲 那我就會說 其實誰人很驕傲 當一個人特別有成就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驕傲 那所以呢我們 如果有經歷聖靈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比人厲害 我們要知道就是 我們真的是 是軟弱的 是需要耶穌的 是耶穌的恩典才把我們改變的 那我們就會感激神 而知道呢 就是驕傲時事奉 就是白做 叫做好像建一間屋 建了鳳牆 然後又拆回它 建了鳳牆又拆回它 就是一路驕傲 就把自己所做的拆位 那就會提醒自己 那也有些人呢 他們有聖靈的能力 跟著他就很想追求多些錢 那經常都是催逼些人 更多奉獻 有這個風誠神學 講到呢就是你怎樣奉獻呢 跟著神又給你 這樣 聖經是有講到神祝福的 但是不是一定給回 或者給回幾多倍 也都不是一定是很有錢的 就是這些呢 有時候是人的問題 這個是人的問題 就是人的軟弱 那我們看到這個時候呢 就不是攻擊聖靈 就是說人真是 就是人算什麼呢 世人都犯罪 不過基督徒都會犯罪 但是如果我們明白 當我們犯罪的時候 我們又是奉神 又是親近神 但是又犯罪呢 就叫做白做 那神不喜悅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我希望任何聽到這個信息的人 都會說 我既然經歷聖靈的更新 我就多些處理生命 不要讓任何的罪影響我 因為任何的罪 就會拆毀神的工作 神也都不起緣 所以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指 那裡講到 有人說我奉你的名傳道 奉你的名趕鬼 奉你的名許多義林 但是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所以我們小心 我們千萬不要 順便要用他的名傳 但他好像很驕傲 然後同時是犯罪 或者是為了 很多時候常見的,有的情況就是他的驕傲, 他的追求錢,追求成功,這些就令到他被魔鬼攻擊, 令到他有罪,這個希望我們大家都留意的, 還有留意內心的更新,更新是可以刻意的, 雖然是聖靈帶動的,聖靈帶動我們,感動我們, 但是聖靈帶動一次,我們下一次就可以留意了, 就不用每次都是犯罪,而有聖靈提醒了, 那我用一個例子來講,譬如有一個人經常都低沉的, 或者經常都發脾氣的,或者是被色情引誘的, 我們有聖靈的提醒了,聖靈提醒我們, 你不要再看這些東西了,不要再發脾氣了,不要再低沉了, 那我們深信了,神給我這個德性五步谷, 第一就是留意到,第二就是深信他有破壞性, 就是任何好的東西,負面思想,負面情緒,任何的罪, 不好的行為都是有破壞性的,第三,聖經教我怎麼做呢? 我就去求神幫我去遵從,第四就是禱告, 禱告求主赦免,還有求主給我力量, 第五呢,我選擇信服,這個是一個德性的鎖匙, 選擇,那什麼意思呢?譬如我明明在生氣的人的, 我選擇去開始處理我的怒氣,我知道我生氣他, 反而對我有破壞,恨人的就是殺人的, 所以我就選擇不去讓那個憤怒,增恨,加強在我心中, 我就求主赦免我,求主給我力量,叫我開始看出他了, 這個也是神給我的另一個教導,就是怎樣遙書人呢? 很重要就是看出他,其實那些傷害人的人, 多數都是他們曾經被人傷害,所以他們就會傷害人的, 於是我就不介意這些人傷害我,我就會心裡祝福他, 關心他,對他好,我選擇離開憤怒,去進入祝福他, 或者我選擇不再低沉,因為神給我盼望,我不再煩惱了, 或者我選擇不再看色情的東西,因為這些會令我生命污衛, 神就不起源我了,我就選擇思想聖結,和尊重任何的異性, 不是看他是一個聖的對象,而是一個尊貴的人, 那我就選擇離開我以前的罪,我選擇求徒赦免和遵同神, 這個刻意選擇就是我們聖過罪的鑰匙, 而很多人他不罵聖過罪的原因,因為他不覺得犯罪是這麼重要, 而且他覺得我犯罪求主赦免就可以了,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耶穌會赦免,不過呢,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譬如有一個人罵人,罵完人呢,他就讓對方饒舌, 但是始終對方都會有一些喜歡的, 那有時候強烈一些的,就覺得這個人呢,就是, 你只有一個港字,你又罵我,你一會又說對不起, 那你真心還是假意呢,那會令到人質疑他了, 或者是甚至破壞關係了,他和太太破壞了關係的時候, 他太太不信任他了,或者他有婚愛情,更加嚴重了, 他太太是難以恢復關係的,那這些就是犯罪的後果, 雖然他求主赦免,他可以得到赦免, 但是呢,他真心求主赦免才能得到赦免,真心知罪, 就是不只是說,耶穌赦免我,就是說,我知道這個罪是很嚴重的, 是會引著我落地獄的,我真心恨會這個罪,我想離開這個罪, 就是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想離開這個罪,我不想再活在罪中, 求耶穌赦免我,更新我,改變我,那這就是神, 改變我們的生命,我們刻意處理任何的問題, 這樣的時候呢,我們就可以配合聖靈的工作了,聖靈提了我一次, 我以後有親,煩惱,低層,憤怒,淫念,我即時處理, 並且刻意保持自己在一個感激神,愛慕神的心態, 就讓我呢,不再被這些負面思想影響, 有很多人習慣負面思想,經常都說,哎呀不行的,我做不到的, 啊啊啊啊,很慘的,很難的,一樣東西都很難的, 那這些都是負面的思想的,我們在神裡面可以深信, 聖經裡面講,靠著我,加上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從,靠著耶穌我可以得勝的, 這樣這個人就得勝了,那這個就是, 這個靈命更新是非常重要的, 那尤其是聖靈充滿呢,是很明顯有很多人, 馬上有信心去幫人,還有呢,發覺幫人幫到人呢, 它跟以前的觀念不同 以前好像幫人很難 還有不知道怎麼幫 但是現在為它祈禱它會很大的更新 這個都是我在初經歷聖靈的時候很大的改變 那我的人就很不怕別人怎麼看我的 我就經歷聖靈之後 我就第一在教會分享 那時候有幾天的聚會 我第一天去完 接著第二天我就帶一班人去 那他們都經歷聖靈 然後我就在教會裡面就問一些人 你要不要我為你祈禱 接著我就帶他進房間 幾個幾個一天幾個一天幾個就祈禱 那當時的經歷是很震撼的 有些人哭了很久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去一個下令營 我為一個人祈禱 他哭了一個小時 他說我以往的憂鬱 我以前很不開心 忽然間鬆了 有些人忽然間知罪 有一個人 他很奇妙的 是我偶然認識一個 就是我認識那個 其實我認識另一個傳導人 而這個傳導人跟另一個傳導人說 就是我認識A傳導人 B傳導人在聚會裡 跟他聊天在聚會裡 B傳導人就說我教會有一個人去請了一個偶像回家 結果他就有邪禱 那他說我就想找當時人出名的馬國棟去趕邪禱 那我就加一把嘴 我說你請馬國棟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邪禱到 我今天可以馬上去 那他說好吧 那我就去到教會為一個人祈禱 那為他祈禱呢 那時候我看到幾個人和他祈禱 那他是越來越失控的 即是 即是連講耶穌都講不到 那我就和他祈禱 我就叫他 即是我祈禱 我初經歷聖年 我都是比較柔和的 他想著耶穌怎麼愛他 耶穌怎麼祝福他 邪禱是一定要走的 你深信耶穌的德性的 那我就和他祈禱了 然後就和他講邪禱了 然後他都平靜了 而那天醫生跟他們說明天要入精神病院 因為醫生不接受有邪禱這回事的 他說明天要入精神病院 但是後來他們告訴我 醫生再見他的時候 正常回來了 你可以出院的了 即是有人看著你就可以了 你回家就可以了 即是很大的改變 而我當時是有他一班的朋友在那裡 那我就和他們說 我說不如我為你們祈禱祝福 那他們都願意 那很多個祈禱就走了 但有一個 他最後一個在那裡 我和他祈禱走了 他是很特別的經歷 我站了一會兒 他開始很大聲地笑 那時候我們在樓上的樓上的樓上 醫院樓上的樓上 他說 完全沒有契構到周圍是什麼人發生什麼事 他就一直很開心地笑 他笑了五分鐘左右 是很長的時間 接著開始哭 他哭得更久 哭到我想有三個字 哭完之後又笑過了 那我就問他發生什麼事 他說我從小時候又是很大的憶運 那我祈禱的時候經歷了很大的喜樂 接著呢 裡面也有很多憂傷走出來 憂傷都出來了 接著我就喜樂了 那這個人呢 後來我更新他的生命 他後來做了宣教士的 其實當時來說 我更新很多人的生命 是神使用了我 我很感謝他 這樣去更新這些人的生命 是很明顯聖靈是會帶來靈命的更新 不過有些人就不去保持 就只是追求那個能力 我就會說 生命更新比能力更加重要 當然我們生命更新之後 我們都求主幫助我們有聖靈的能力 可以為更多人祈告 或者更多的智慧 是怎樣去幫助人去更新 這個就是說 聖靈充滿的目的 不是只是享受 聖靈充滿的目的 是叫我們能夠成就大使命去更新人的生命 OK 好 我們今天呢 只是看這個經文 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 或者分享聖靈怎樣更新你的生命 你有經歷的 你都可以簡單這樣講一講 有沒有人想分享一下 或者有問題想詢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墨士 剛才你說的那個處理生命 就是聖靈更新 就是有處理生命 好像我今早都想到 就是復了出來很清楚 譬如說我不知道怎樣處理 譬如說我有個姊妹 我可以付錢 她跟我一起 因為她看著我 她看著我賺錢 因為你知道呢 要這麼麻煩 如果拿錢取錢 要這麼麻煩 她看著 我又不想讓她看著 但是我 我那個時候呢 幾年前我也不懂得處理 我就說你不要看著我賺錢 我都是沒有意思 我也不想 因為是私人的東西 賺錢 她說我不要看著我 我好像避開一點點 她呢 冒犯了她 她說我不會拿你 我要不會解釋 其實我知道呢 現在我回響這件事呢 我都不懂得處理 就是講的 哇 我真的不懂得處理 我真的不懂得處理這件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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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因為我想叫她悲 是 OK 這些情況 其實這個就是智慧了 就是我們怎樣的方法 其實當時來說 你不需要講任何事情 因為呢 講任何事情是會冒犯她的 你不需要的 正常的方法 我們通常拿錢 都是把手擋住那個按鈕 擋住那個部分 它不會說你為什麼擋住 你不信任我嗎 我們不需要回答她 就是說有些話 可能冒犯人的 我們就不要講 不需要講的 但是那時候根本不需要講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智慧了 就是說 有可能冒犯人的說話 我們不要講 想清楚再講 OK 好 我有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有啊 有回答我的問題 是的 謝謝 好 有其他詢問或者是分享的 OK 那如果沒有呢 遲些大家都可以在 在WhatsApp那裡信問的 那我或者分享的 那現在我 大家一起帶領大家祈禱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站起來 放鬆個人 讓聖靈的臨在祝福你 讓你得著神的聖靈的充滿 那好像阿冰分享 他就講到 他跟著我那種方式 他愛慕神啊 感受神啊 那我昨天就傳了我三個錄音 祈禱錄音 在那個群組那裡 那你可以跟著他們祈禱 第一還可以專心祈禱 專心和牙眼 什麼都不做 站在那裡祈禱的方式 來用這些祈禱錄音 第二個方法呢就是 你正在洗本啊 正在做家務啊 你總可以一路過著 一路跟著他講都可以的 這樣呢 或者不跟著他講 心裡面一路愛慕都可以的 那你越是學到 用心靈的祈禱 那我想講講什麼意思 心靈的祈禱 因為有些人祈禱就會這樣的 求神幫我 快點找一份工啊 求神幫我這樣那樣 那就是只是祈求 祈求並不是跟神 一個最強烈的方式祈禱 因為呢 祈求只是注目在自己的需要 耶穌都說 你不要以為用 話多了必無誰聽 就是以為呢 你重複講就會無誰聽 所以 我們不用不斷提神的 就是我們去跟神講的 就是不要以為神是失憶的 還有不要以為神不知道的 因為聖經說了 我們未求以先神不知道的 所以我們跟祂講了已經足夠的了 而聖經講到呢 但是怎樣神會應找我們祈禱 就是先求神的國同祈禱 就是我們關心天國的事 讓多些人信耶穌 還有給耶穌作獲 還有遵從神 有耶穌的意圖 還有遵從神 還有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人心未曾想到的禮物 那就是我們知道呢 原來先求神的國同祈禱 還有愛神 還有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事給我們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歡喜神 愛神 感激神 關心天國的事 神就會祝福我們 不是要怎樣求發 有些人問我 我的兒子有這個問題 我怎樣祈禱 就是他以為我給他一個討文 或者我想找工作 我用什麼討文 其實不是什麼討文 就是我們同情關係好 我們遵從神的時候 神就會自然祝福愛他的人 我們全個心靈愛慕神 同樣很重要就是這個互動的禱告 就是一方面 我們有這個恩典的禱告 恩典就是由神向我們 由神向我們的 神在愛我神 祝福我神感動我 敬拜討好就是我向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還有我加上一些感性一些的 耶穌說我歡喜你 我喜歡你 我扛著你 我倚靠你 我需要你 這些我們都可以同神說的 然後呢 互動的禱告就是 我在這裡禱告的時候 我深信神一定起源 這個不是驕傲 其實聖經說 神一定歡喜的 神一定喜歡我親近祂的 所以我就可以開心去親近神 那這種的禱告呢 是會叫我們得力的 因為很多人呢 祈禱呢 就會整天覺得神很遠 那就沒有什麼力量了 但是如果我們說 我一祈禱神就喜歡了 那我們就有力量了 那我們現在這一陣子 你就一邊祈禱 一邊想著耶穌 多謝耶穌 還有一邊相信 神真的很歡喜 所以我們呢 就歡喜地祈禱了 我們一起祈禱 如果你在家裡 你可以你就站起來放鬆個人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滿有恩典慈愛 神你是最慈愛的神 你滿有大能的神 你很愛我們 你看重我們每一個人 你是關心我們每一個的 你會大大祝福我們的 我們可以信靠你 依靠你 依靠你 親近你 遵從你 你一定喜悅的 求主幫助我們 進入神理的完美計劃 神的完美計劃是最美好的 神的完美計劃是超越 世上一切的好處 神也都能夠將 世上一切的好處 賜給我們 叫我們能夠走入神的計劃 當我們越愛神 就越能夠進入神的完美計劃 求主私恩祝福我們的生命 跟我們一起 多謝天父 天父真的很愛我們 天父真的很關心我們 天父真的有很多恩典想談到在我們身上 我們就深信神在愛我們 深信神在愛我們 深信神很想祝福我們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主耶穌愛我 主耶穌愛我 我們一直在想著耶穌愛我們 主耶穌愛我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感恩 主耶稣愛我,主耶稣愛我,主耶稣愛我,有聲敬告送我。 感謝天父,讚美天父,求主加力給我們,求主祝福我們的生命,提升我們的生命, 求聖靈大大充滿我們,神祢很樂意,祢很歡喜和我們有親密的關係, 一個高度的親密關係就是聖靈充滿了,神大大充滿我們,神很想充滿我們,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感謝天父,榮耀,還讚歸給天父,主耶, 你是配受一切的讚美的,你是配受一切的榮耀,我們真是全心愛你, 你是最美善的神,最美好的神,愛你的人必定蒙福的,我們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求主祝福我們今天,能夠榮耀你為主,發出光輝,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有耶穌萬事祝,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感謝耶穌,祈禱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謝謝大家,我一點想補充,就是先分享到那裡, 講到關於為牧師按手那樣東西,我想說一下, 就是通常來說,如果我們真是為牧師祈禱, 就要先問他,我可不可以為你按手,你才會為他按手, 還有呢,通常來說呢,本身就不要按牧師的頭, 因為他是有神的恩高在他身上,就是尊重的, 就是譬如在九月的祭司都是,聖經特別講到他們, 是神所高立的,他們祭司是不可以蒙頭散發, 結婚一定要跟處女結婚,就是有些規定的, 他不可以冒犯他自己的,因為他自己是神的受高者, 那而牧師是神的受高者,所以呢, 當然每個基督徒都是這樣的,不過牧師是特別有這個身份的, 所以我們呢,在祈禱的時候就有這個身份, 不過Cynthia當時就是聖靈叫他, 那如果聖靈叫他,那我們就跟從是OK的, 但是都可以問他的,就是說, 譬如說,靈靈感動,我不是你按手, 我不是你按手好不好啊,都可以這樣做吧。 OK,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或者有什麼想說的? OK,如果沒有的時候,祝福大家, 同學主和大家一起,加力給大家, 我想問問大家,當時在這星期早的時候, 有沒有人有一些經歷,或者感受, 比如說,有沒有覺得心裡平安、輕鬆、舒服、 身體遙動這些,大家有沒有這些經歷? 你沒有不要緊的,不是什麼不好的, 只是說,你有的時候,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有沒有事,你剛才唱歌的時候, 就有身體遙動,還有嘴唇,那個嘴唇, 好像想說謊言那樣的, 因為我以前都有,自己都是搖, 一直都是搖的,我現在都是,是的。 OK,還有嘴唇會開始震動, 這個都是聖林在其中一件事, 一個人開始又說謊言, 這個是聖林在的時候,可以帶來的過客, 今天早上分享的那個姐妹也有說到, 有一次我跟她祈禱有方言, 是不是? 阿兵,你可以說一下吧。 是呀,這樣,是的, 講的是講謊言, 當我呢,她享受聖林跟我同在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 明明心裏面, 真的好像是討告用廣東話, 這樣去敬拜神的, 但是呢,竟然嘴巴呢, 傳出來的聲音呢, 就不是自己的想, 不是用廣東話的, 我最記得呢, 是第一句就是, 阿巴, 就是那些這樣, 說了持續呢, 是大約10秒的時候, 我就發覺, 咦,這些說話, 都不是我的廣東話, 不是我的母語, 那時候我就覺得好像, 很害怕啊, 因為, 為什麼我的討告不是廣東話, 因為正常我們是廣東話, 無語的, 一聽就明白, 知道自己是想說什麼的, 但是呢, 方言原來呢, 是在自己嘴巴說出來的時候, 你是聽不明白的, 聽不明白的時候呢, 我自己個人來說, 我自己個人來說, 頭10秒呢, 我就真的覺得, 不知道自己說什麼, 那開始就求神了, 巴天父, 我不會聽這些什麼, 因為我自己是想用廣東話, 跟你溝通, 你可不可以幫我拿走, 那我說了幾次, 真是幫我拿走了這個方言, 當然, 現在這樣, 跟著二牧師說, 原來, 有識方言, 也是好的, 是跟神的關係更加親近, 和明白神的說話, 因為其實我是不明白這個方言的意思, 我最記得, 爸爸之後就說不知什麼的說話了, 這樣吧, 在我來說, 這個是我第一次說方言的了。 好, 這個呢, 我們就不要叫神拿走, 在我和阿兵說, 不要叫神拿走, 而有些人說方言, 他們就會更加容易領受到神給他們的信息, 但是呢, 我都會這樣說的, 說方言的時候, 不要老空白, 一直都想著耶穌, 愛著耶穌, 這樣去說, 或者是毀身耶穌, 或者是為否養祈禱, 就是那個心不要空白了, 就是那個心裡面, 一直都是有神的意念, 但是呢, 就簡單意念, 就不要, 不要那個心就一直不勝祈禱, 因為, 方言是一個靈的祈禱, 就不要在心中說, 神啊, 幫助某甲某月某某丙某丁, 就是不是這樣去數, 但是你可以為一個人祈禱, 但是呢, 你為一個人祈禱, 是很簡單的, 神祝福祂, 心裡面就是祝福祂祝福祂, 祝福祂, 很簡單而已, 就是不用想很多字眼, 嗯, 是, 好, 還有呢, 我也想說, 其實我呢, 每一次的討告, 一個小小分享, 每一次討告呢, 我會呢, 當阿爸天父就在我的面前, 那當我呢, 放鬆個人閉上眼去討告的時候, 我就感覺, 阿爸天父, 你在我面前, 那我就開始去, 我面前, 那個人的福祥? 你待會在我的面前, 就要不要在你, 那我來問那些哪個討論, 你坐在我的天啊, 我還在我, 我不會說那些討論, 有什麼感情是可討論, 你來問我, 然後那些討論, 你怎麼懵懶了嗎? 然後呢, 我怎麼懶啡, 我懶啡革, 我懶啡, 我懶啡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